跑步是否曾让你倍感痛苦 跑步有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呀 哎呀这个跑起来是真难受啊 抓心拔干的 而他们为何酷爱慢跑 人在做慢跑的时候呢 相当于给全身充氧 看跑步如何改变人生 创造生命奇迹 慢跑跑什么 好日活地少 就是酸啊 就是酸 哎呦啊 人家太严重了 看着 健康之路 慢跑的乐趣即将播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这年前年后啊 大家都忙 很多人的身体都出现一些这个警示信号 就觉得哎 好像有点问题了 里人不知道你最近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也关心关心 这玩意还真想您给问着了 最近是身体小样啊 小样您懂吧 就是不太舒服 压健康状态 怎么了 具体的表现就是 这玩意是 头昏 哎我给你出一招 啊 我建议你去跑步 我不光是头昏 我这玩意有时候还这个四肢酸懒 那酸懒更得跑步了 有时候也精神乏力 乏力那就得跑步 我说您就会跑步是吧 对你这一身的症状我跟你说就俩字跑步 谁说的跑步 哪管得了这么大事啊 这跑步 就我觉得跑步管不了 这就这没准吃能吃好的 这跑步 我发现你对我是不信任 你要不相信我呢 我今天给你请一专家来 你听听他说的 来我们请出健身教练 赵之心老师 有请 你看 欢迎赵老师啊 赵老师就是小跑着下来的 他不信这个跑步能解决他众多这个身体不适的问题 但咱先说说光针对外观的这问题 跑步能不能让他这体重下来 我看过一组数据 走步呢 大概是每走一个小时消耗这个卡路里的热量 大概是200多卡到300多大卡 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 跑一个小时能消耗500到600多卡路里的热量 那就是你走步翻了一倍 那么如果你每周要是跑4到5次的话 它这种减肥的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所以很多人呢 去跑步的时候呢 体重可以迅速的减下来 还有亚健康的问题 我觉得李然刚才你像你描述的那些症状 可能和好多白领是一样的 对 就是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其实人在做慢跑的时候呢 相当于给全身充氧 所以呢 有些人呢 老说我是头昏眼花 你就是缺少氧了 身体缺氧了 还有些人呢 说哎呦四肢特别的懒 回去就想睡觉 我一直提醒给很多人是这样的观点 当你回去感觉到特别的累 特别的疲劳 就想睡觉的时候 你真的去睡觉 那个睡觉跟吃毒药差不多 这个时候你应该换上这个运动鞋 运动服去跑步 结果你跑完的时候 非但没有这个跑步给你带来疲劳 而给你带来是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四肢的酸懒没了 然后呢是精神焕发 四肢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好多跑步的朋友会跟我这样提 他说跑步绝对是越跑越瘦 而且是越跑越精神 没错 你看看那些跑马拉松的 没有胖的 没有胖的 对吧 而且一个个都精神绝朔的 而且荣光焕发 精力充沛 你看这所有的褒义的形容词 我说到这你还信不信 不信 专家也说 不信 因为赵老师刚才和您说的 这都属于是理论范畴的 理论和实践 它有的时候是相差甚远的 对吧 您这光理论的不行 我得真看那真刀实枪的 我得看人家确实跑好的 跑健康的 那我才能相信呢 我跟你说 你今天还真说着了 今天我们现场就请到了一批 天天跑步的朋友 来跟您说一说 他们的切身感受 来我们掌声欢迎 北京跑步协会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知道坐在中间这多少岁了吗 这老大爷 这您今年有 大爷您告诉 您高瘦了 您告诉李然 您高瘦了 93了 93 哎呦 您这太年轻了 看着 那我们得不敢问 大爷高瘦 大爷答是93岁啊 您这么大岁数也长跑吗 天天跑啊 每天跑多少呀 每天的时候跑了嘛 5000米啊 有4000米 4000多了 那么 您坚持跑了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每天跑3000到5000米 二十多年 哎呦 您真是太厉害了 要把您这二十多年 跑的这个距离都加起来 这我估计也围着 听手得转个几圈了 大爷您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身体挺好 那那 又吃又喝 天天都是这个 大爷我帮您说话 那笔西特族啊 您能给我们现场唱首歌吗 让我们听听您这个声音 唱就欢吧 好 掌声欢迎来 帅哥 我们唱一首歌 几度风雨 几度灯秋 风上雪月 不几牛 地景湖 辣的土海 少年装 此不愿 围绕 围绕 母亲的微笑 围绕 大地的风手 三涌 雪月 破季风 牛 太棒了 哎呦 大爷您真是太棒了 太厉害了 绝对声若红中啊 你看这都是跑步跑出来的 李然 这大爷跑了二十年 每天三千到五千米 才有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 然后我发现啊 看了一圈之后啊 有一穿西装打领带啊 穿一双大皮鞋的 这确实 让我也有点看着不太像跑步的 这个没化妆好 这个 这我也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刚才就是 刚才的爷爷唱歌太精彩了 我没说 对吧 您看人别的几位 人全都是运动鞋 穿着运动装来的 您这事咱们来的 您这是不是稍微差点意思 对 我是从2008年的五月份开始的 在2008年以前呢 我的体重 应该是在95公斤左右 通过这一年半的时间吧 现在我的体重是84公斤 168 还跑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就减掉了大概 20多 20多几 20多公斤 你看吧 有目标了吧 李仁 我能问您一句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是做生意的 一个小企业 是一个经营企业的老板 那平时有时间跑步吗 生意那么忙 事那么多的 这个08年以前呢 确实是大鱼大肉 应酬比较多 上这个医院检查什么纸饭干 还是中毒脂肪员啊 2008年5月份就说 我真的是下了决心了 必须要跑 那会儿体重也确实是很重的 坚持每天都是五点半起床的 每天五点半 带着我们家儿子 那时候我们家儿子也是比较胖的 现在也瘦下来了 你和爸爸一起跑 不累吗 能跑动吗 刚跑的时候肯定也要累 慢慢就适应了 怎么坚持跑下来的呀 以前也有些物质奖励 有什么物质奖励 跟我们说说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是跑一回两块钱 跑多少公里给两块钱呀 反正只要每天早上 就是每天早上都跑 一直接着跑 都每一天给两块钱 最开始的时候不愿意跑 但是一想到两块钱 你还是起来了 我觉得这跑步 有最大问题是什么呀 这个跑起来是真难受 抓心把肝的 尤其是跑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通过跑步 我这压健康状态 还没跑好呢 估计先把我给累趴下了 所以就基于这一点 我说我还是做点别的运动 我觉得我这一点 还的确是很同行李然 我一开始跑的时候 真是 我觉得那个杆都快吐出来了 太累 太难受了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 就是有没有觉得跑步特别辛苦的 是不是觉得特累 你看 你确实不少 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跑鞋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个好的办法 让跑步不辛苦 不难受 我给您提个建议 您应该慢下来 慢慢走 走个一百米 两百米的 然后再继续跑 慢跑 这个样子 把这个几点度过去 然后慢慢的 把你跑步的时间 加长了之后 然后再走个一百米 两百米 然后再继续跑 这个样子就能克服 你的枯燥 还有你的不舒服 走一会儿 跑一会儿 对对对 实在坚持不下来 咱宁可走一点 走两段 也别把那个运动的那个停下来 对对 这个办法是好办法 您的意思就是不怕慢就怕站 对 那个小伙子给他介绍的方法 也是克服积点的一个手段 就在那时候感觉到自己 没有欲望再往下跑 嗓子眼也不舒服 心脏也不舒服 甚至两条腿 尤其是两条腿 感觉到格外沉的时候 这时候需要你把速度降下来 你去行走 多数深呼吸 这时候你也可以停下来做一些操 但是你把这个时间一度过去 感觉那状态一缓上的时候 你再往下跑 是越跑越爽 就是后边他们说的那概念 很轻松 这汗也开始出来了 人越跑精神状态越好 而且越跑越有节奏感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下就可以出过到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状态上 我还是希望所有听 这次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 记住一条 你去热爱跑步的时候 你上去跑步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你猜怎么样 大家就认为跑步 那一定上来就是这样 就去跑 就是放开了步子 弹着跑 其实告诉大家 这种跑步的方法 就不是叫慢跑 我们提倡的是慢跑 对吧 正确的方法是怎么样去做呢 对啊 多慢 上来以后 就比走快不了多少的跑 赵老师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就是咱老板说叫边的跑 这意思 慢边边的那种 好 现在呢 你快点动 都说你呢 这都是为了我好呢 其实呢 好 咱们今天三个人去开始练习慢跑了 预备开始 就是慢跑 慢的跑 小夕啊 我就是说穿的一跑鞋 小夕啊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这跑着步怎么还能说话 没关系 我一般跑步的时候根本不说话 我希望大家理解 最慢跑的原则就是俩人可以在聊天 可以交流 可以讲故事 而没有语速 不会受到你这跑步的影响 首先咱得把速度给降下来 降下来 不是一上来之后就空空空 我明白了 跑个三五百米 就开始 这样的时候你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跑步的强度 而这个强度是让你极不舒服 而恰恰都是这些人把跑步给否认了 其实他们还是没考虑 就是这个跑步啊 您得先从这个思想上去热爱它 然后光热爱它还不行 还得有些技术上的支持 您比如说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先是慢跑 其实这也是一种技术 然后还有刚才像这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我们说的 比如说跑得太难受 比如说你把这个步子放慢一点什么的 其实这种调整也是一种技术 把这两者相结合了 你才能真正爱上跑步 才能真正在跑步上受益 对 小老师可以说是煞水鼓心教了我这么多 但是我为什么说还不能跑呢 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又出来了 当然这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 我也认识周围很多朋友 他们都跟我说跑步有这样那的问题 所以这样得了 我把他们给请出来 然后他们跟您对话 咱们来探讨一下这问题 好吧 看来有一些人顽固 是有着自己更加顽固的思想问题的 咱们来听一听 就是每次跑完会觉得就有一股血腥味 就是你想要吐的那种感觉 然后好长时间都不舒服 容易就是口舌发干 它也容易导致咽咽 湖南亚操场和塑胶场地 跑起来是最舒服的 然后现在都是水泥地 比较难找那种场地了 水泥地上跑起来不是 不是很合适的感觉 也不很舒服的感觉 就是女生嘛都比较爱美 就是怕越跑腿越粗 会越来越壮 它会不会让腿越跑越粗 尤其是对女生来说 长跑就现在人家特别枯燥 因为篮球可以跟很多朋友在一块 慢跑可能一个人 我不喜欢那个一个人的运动 挺无聊挺枯燥的 我先利用植物之变 问一个我也特别关心的问题 就真的会不会越跑腿越粗 这也是我特关心的一个问题 如果要是说越跑腿越粗的 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看田径赛 看看马拉松 看看那些马拉松的语言 不管是男是女 每一个是腿粗的 谁告诉我说的跑步能把腿跑粗 简直是玩笑 你腿不得使劲吗 你要使劲的话 那这块锻炼的这么充分 那不会越来越长 有两种模式会让肌肉变粗 那就是巨大的用力 还有一个每一次强度非常大 会让肌纤维变粗 因此可能是爆发力的这些运动员 像短距离的训练 它会变粗 但是长跑运动员 它使的是这种模式 每一次力量很小 但是它是长时间的运动 因此希望大家理解 慢跑是减肥腿的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刚才短片当中有一个疑问 我自己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 真的是跑完之后口干舌燥啊 如果要有咽炎的话 就很多时候跑完会咳嗽的 对啊 咽炎不是病 这犯了真要命 没那么一句话 会不会跑出咽炎来 越是有咽炎的人 反而应该接受跑步的感觉 刚才说的时候 它跑喉咙很不舒服 还是那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你上来就跑快了 四个人都不舒服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 最后跑的时候到后期 他下来以后这点也不舒服 因为他跑的强度大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说的 跑的越是口干的 你跑快了 慢点跑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不常跑的人 突然间猛跑 而会产生这个现象 一般人不会 那说到底还是这个速度的问题 要是真正的慢跑 就我们刚才那种颠着跑 正确姿势的话 您说的问题都根本不会出现了 没错 不但不会出现 反而对这事调节 那场地呢 对啊 你要说那个大水泥 你自己咚咚咚咚咚 跑俩小时之后 我觉得脑子都电晕了 我在脑子弄了 其实公路跑的时候 需要大家理解呢 就是那种震动的 不良的感觉 是你鞋没有传好 鞋没有选好 你像李然这种板鞋 就非常不适合做慢跑 这种鞋呢 其实属于是休闲类的鞋 它不适合于慢跑这样运动 你像我们这样的鞋的时候 它都有那种缓冲的电 而且呢 跑步的鞋的这种松软程度非常高 那么因此呢 它在去硬着路面睡跑步的时候 它的脚的着地的动作 本身是一个缓冲 还有一个呢 鞋给它起了一个很好的缓冲的作用 还有一位先生 据说是慢跑跑成了奥运火炬手 哎呦 这个就更厉害了 我们得听听他怎么说的 来 我们掌声要欢迎一下奥运火炬手啊 我那个跑步呢 起源是减肥 是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 是140斤 还有就是心肌啊 这块也有问题 就是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啊 就得翻一个 不翻个 不翻个就身体特别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开始了那跑步 我刚开始是从3000米 4000米 5000米 6000米开始跑的 然后慢慢开始到1万米 那马拉松 到今年的参加了100公里比赛 是说你每年都要参加不一样的长跑比赛是吧 今年参加了多少次比赛 今年呢 我参加了是六个马拉松 其中最好的成绩呢 是 那个是两小时47分13秒 这个相当于年轻选手的半专业水平 哎呦 太棒了 这是在我原来刚开始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 刚开始就是为了减肥 结果跑着跑着 自己一个一个挑战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跑步 而且取得了这些成绩 那么去年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也被推荐为那个咱们火炬手 然后在那个世界潭光荣了跑了30米 哇太棒了 好羡慕啊 其实身体上的改变是一个小部分了 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应该是最大的收获了 其实除了这些朋友们之外呢 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都在非常热衷于慢跑这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方式 来我们一同看一下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就是一位长跑爱好者 他每天早上五顶钟起床 图案写作四五个小时 然后就换鞋出门 长此以往的坚持已经超过30年了 跑步对于他的吸引在于 你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你 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 也不一定要到特殊的地方去 只要有一双跑鞋 一条好的路就可以跑得很高兴了 跑步不仅帮助村上成功的戒烟 而且他绝大多数的作品灵感 都是在长跑的路途当中得来的 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就是关于跑步的乐趣 世界上还有很多名人都选择慢跑的方式来健身 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法国总统萨科奇 国际明星麦当纳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体验跑步的乐趣 那就赶紧跑起来吧 我这个思想又发生变化了 赵老师给不给这双跑鞋 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呢 我也得跟大伙跑去 我们说了半天终于说服你了 决定加入这个慢跑的行列了 没错 赵老师再具体给李然知识招 比如说像现在的季节 什么时间出去跑 怎么跑跑多然时间合适 像冬季的去跑步的时候 切记早晨去跑 因为早晨起来的时候 跑步的有这么几个问题 早晨起来的时候人的状态是 一晚上没有喝水 一晚上没有吃粮食 就吃这些营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一个低营养和低水的状态下 就是体内的水分没有去喝足够的水 这叫时段性血粘稠 那么时段性血粘稠 如果你要再去跑步的时候呢 要是没有基础 突如其来去跑 会造成瞬间的这个 在缺水 血液当中缺血的状态 再继续去出汗的时候 会进步造成血粘稠 我建议大家不要再早上去跑 而这个时候最佳的跑步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之间跑 这是最好的时间 要是从运动员的生理机能上来讲 下午是运动员训练的最佳时间 他的成绩 他的承受能力都会提高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个 刘翔的这个比赛呢 过去呢 都是放在上午 而大家都知道 计算了最佳的刘翔的比赛的时间呢 北京奥运会呢 计算出来是安排的晚上十点 那么因此呢 各位希望大家理解 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 这个时间呢 是人身体当中适合跑步的 那对于那些不爱出门的人怎么办呀 在家也没有跑的条件 也可以跑啊 也不是家家都有跑步机怎么跑呀 希望大家理解 原地跑 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跑步的这种效果 那咱们现在赶紧教教大家 在家原地跑 真有省时间是吧 来 我就在家跑 就又省了这个出外的这个跑的时间了 对对对 然后还暖和 还舒服 而且看着电视去跑 这是非常好 首先呢 我希望大家理解呢 在家里的找一个地毯 找一个地毯 这样你的脚呢 在地上跑出来是没有声音的 如果你要穿这一堆 对 会影响的接风连离的 这也是第二个这样 大家跟我一样 把手拿起来 把手拿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跑步的时候呢 在家里跑的时候 第一条身体的略微浅趴一点点 浅趴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跑步的时候呢 就记住 一个是抬腿 还有一个就是要摆臂 好 预备 一起 这腿得抬多高啊 赵老师 你可以就抬起来就行了 大家回到家之后啊 就按这种方式 让自己的家人也跟着自己运动起来 原地跑 非常好的一种健身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赵老师 心血管疾病 成为健康第一杀手 国人健康危机 他跟脑子中心血根子的关系非常密切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 应对心血管危机 独创健康手机号 14065430268 11位很像一个手机号 这11位号码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健康血迹 健康之路 胡大一教授 为您详细解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